六層樓高的山壁 土石不斷宣泄而下 大雨持續的下 邊坡似乎很不平靜 一輛小轎車剛好經過 眼前這一大片泥流 只能掉頭加速離開 而這輛客運加速通過 駕駛還是心有遺跡 剛剛才發現 剛剛才發現 安樂區邁進路三項 通往中安台北社區連外道路 三號中午發生 土石滑落現象 六層樓高的山壁 上方已經貪方變成光吐吐一片 而旁邊的噴漿出現鬆動 持續的往下掉 市安府公務處科長廖軍鈺 安樂區長錦一哲 第一時間前往灘災 擔心土石繼續滑落 立即採取通路 現場的狀況大概是一個 六層樓高的一個 當土纜維持續崩落的群群 泥漿也隨著好雨 不斷的沖刷灘塌 那隨著雨也持續在崩落 那會有危機的情緒 那會有危機的情緒 風雨的狀況 保障用路人的安全 那後續帶道路單位來做 道路的搶通 以及後續要求地主 地主做道路 邊坡改善的事 這條路是對我們壯觀裡的居民 是一條非常重要的道路 現在如果有團方的話 希望市政府可以盡快幫他搶通 那如果在這過程無法 因為風雨還蠻大的 如果過程無法就是 立即搶通的話 那希望能把它封起來 由於山地土石鬆動 持續滑落 金融市場謝國良 下雨到現場灘災 我們今天的降雨量 已經上調到有超過500毫米 這個對基隆來說的負擔量 是非常大的 而且強任台灣的氣象團隊 都一直提醒我們 只要超過350毫米以上 就可能會有土石流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陸市在 仁氏路仁厄路 條河街 東信路等等 現在都有土石流的情況 所以還請民眾要多加注意 那這個有 第一有什麼狀況 隨時要跟我們聯繫 那我們也會盡快的處理 我本人有機會 我也會過來看 颱風帶來好雨 金融的雨量上升到500毫米 就怕土石災情報發生 民眾千萬不能夠釣以清心 記者黃少民金融報導